水痘通过什么方式传染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鑫 县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 主治医师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泡疹病毒 感染引起的一类传染病 那么它的传播是 这种病毒主要是集中在 病人的鼻咽部 还有就是它的泡液里面 所以我们说它的传播 主要是经过呼吸道 还有就是密切接触 或者是接触了一些病人 用过的器物而感染的 这个泡液里头也是有这个病毒的 所以它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 大多数接触了这个水痘患者 或者是有这种密切接触室的病人 尤其是这些一感儿童来说的话 它的发病率达到了90%以上 那么同时呢 还有就是孕妇 如果不是有这个危险这个暴露之后 感染这个VCV病毒 可能会造成胎儿的宫内发育迟缓 甚至Tesco内或者早产流产的这种情况出现 也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规避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VCV病毒除了引起水痘之外 它是初期感染导致出现的一种疾病 还有一种潜伏性感染的这种 带状炮疹的病人 它也是有传染性的 所以接触了带状炮疹 患者的这种相应的一些接触的器物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 这个水痘的这个表现 但是它的 带状炮疹的这种传染性 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相对要低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